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这是怎么回事情 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有 苏婆世界有 那么极乐世界跟苏婆世界一样也有 你要说是假的 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假的 刹那刹那不可得 一秒钟 这个画面已经换了年轻年的四十兆张 这一张一张就算 哪一张是真的 没有一张是真的 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个道理要懂 极乐世界比我们的殊胜 极乐世界是发信徒 发信神 所以发信 他是清净神 没有污染 他不生不灭 他本质具处 具处无聊无边功德 不合适 那他本无动摇 难生万法 我们这些神有信 到这个世界来 遇到佛法 遇到尽宗 遇到夏连宫的汇集本 遇到黄念族老居室的集中 不可思议 这个人太殊胜了 这样的因缘 这一生当中 我想 没有一个不往生 为什么 你往生的语言全去做了 真正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怎么这么巧 全日相聊 那今天我们再一起学习 就如同在极乐世界 每年样 先公为我们做真的 诸杰黎明 尽宗常说的 一念神念 意思是指什么 指我们凡复 念阿弥陀佛 一身 就是一念 是身 就是神念 是这个意思 如一击法四的 无量手进 苏里的苏说的 那 四言念天 为 称 称就是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坚持六字前 明一念 念这六个字 时间很短 这就叫一念 那是为念诵 一身佛号 今明一念 这念 一念是这个意思 观景 观景里面是 夏平 夏僧 如是 自信 令神 不觉 知足 深念 称 称阿弥陀佛 称佛鸣固 于念念中 除八十亿界 生死之罪 命中之时 见经年华 犹如日轮 住其人情 如一年前 记得往生 极乐世界 这是 关键的经文 那么 由此可见 神念 就是 舍神 这舍神 在什么时候 是临终的 舍念 乃至 一念 临终 只念一句 佛 皆得往生 真正 不可思 那么 我读了 这个经文 我劝诸位 万万 不可思 侥幸心 那现在 是亏佛 悲念了 但到临终的时候 三年 一念 十年 就行了 是没错 经文讲的没错 你能不能保证 你临终 是那十年的 如果那个时候 一时迷惑 颠倒 记不起来了 谁提醒你 所以 显弦 尽重 很盛行 诸念 诸念 也得懂规矩 不懂规矩 就错了 我听一个同学 我告诉 有一位 念佛 往生的人 还没断气 诸念的人 就来了 他大概是想喝水 这诸念的人说 不行 不能动他 不能碰他 这个往生 这个往生的人 咬牙 切齿 恨透了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我们有佛学 常识的人 就懂得 临终终 临终 他到哪里 往生 到什么地方 都决定在最后的一年 这最后一年 咬牙 切齿 嗔恨心 嗔恨 躲地狱 你来 诸念 不是给他 不是送他 到基督 是送他 到地狱 去了 这是不是有心的 我相信不是有心的 是平常听了 疏念的时候 不能动他 什么时候不能 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 不要动他 最好是十二个小时 能够到十四个小时 就更安全 他的神识才离开 是怎么回事 他每一段气 他想要一杯水货 你不给他就罢了 你还叫大家的时候 不要碰他 把他当作断气的人看待 这就错了 所以 吃重精良 吃重实之 古达德 告诉我们 临终 送终的一些规矩 特别是 苏念的规矩 不可以不懂 啊 决定不能在 临命中 是要叫他 最后一念 是贪嗔痴 那就坏了 他如果是贪心 我会到 成灰 地狱到 日吃 出生 到 三我道 去了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 不知道 不能不负 这个责任 你把一个人 送到三我道去 这个最重 他念了一辈子 这佛就希望往生 记录 啊 你又无知 把他送到三我道 这个故事非常严重 啊 希望我们要留意 啊 那苏念的时候 最好有人 内行的人 懂得的人 把苏念 这规矩 讲清楚 讲明白 啊 再入病房